你觉得有弟弟们幸福吗 幸福啊 这孩子是我们家的老大 又因为是女孩子 所以我呢一直很在意他的想法 比如老二刚出生的时候 我和爸爸专门挑了个礼物送给他 并且说是弟弟送的 想让他知道弟弟的出现 其实是多了一个人来爱他 直到后来又来了个弟弟 姐姐也适应得很好 再加上有了哨子的经验 这个弟弟啊他更宝贝了 比如出门旅行 他处处照顾着 入园体检 他全程陪着 知道布丁爱吃意大利面 还会陪着我一起煮 姐姐就像我们家的小妈 弟弟爱吃什么爱玩什么 他都知道 当然啊弟弟们也都很爱他 突然我也好想要个姐姐啊